孙子高度重视保密工作 强调既要提防间谍窃取情报 还要防止自己人意外泄密 齐皇宫就曾几次因身边人意外泄密而放弃作战计划 那么在齐皇宫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其他人是怎么得到机要情报的 孙子对泄露军事机密的处理极其严厉 尤其在间谍行动尚未开始时 遭遇泄密 更应严惩泄密者 甚至杀掉所有知情人 那么如此冷酷的举措 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而除了严刑俊法之外 还有哪些办法能化解泄密的危机呢 孙子保密之道系列节目 特邀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熊建平 为您讲述第二集 严惩泄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 孙子重视保密工作 尤其强调战争决策前后的保密工作 孙子强调在这个关键时期 一定要把保密做好 严守军事机密 作战计划这些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孙子不仅强调战争决策前后的保密 更强调情报战线的保密 尤其是在间谍行动之中 更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那么孙子为什么会就情报工作 有着特别的重视 强调保密工作呢 他是出于什么考虑的 我们知道孙子非常重视情报先行 认为这对战争决策 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有了可靠的情报 才能有合理的决策 所以孙子兵法中有很多篇幅 是在讨论情报工作 情报是从哪里来的 在古代社会 或者说孙子所处的时代 主要就是靠人 也就是说主要靠间谍 靠侦察兵去刺探 去搜紧 悄悄地派出 悄悄地行动 悄悄地刺探对方的作战计划 进兵方向 投入兵力这些 没有高科技手段 没有雷达 没有先进的侦察设备 主要就是依靠人力情报 隐蔽起来 隐蔽在对方的阵营里 悄悄地收集 敌方的作战行动 作战计划这些 凭什么要给你呢 也不可能给你 所以只能依靠智慧 开动脑细胞 偷人家 这种情报工作 当然明显地带有隐蔽性质 需要偷偷摸摸 所以孙子强调 上智为贱 这就是说 必须要靠那些 聪明的人 才能去做间谍 战争的双方 你搞别人的情报 别人也会搞你 而且你去刺探别人的情报 别人一定会把自己这边的 所谓的军事机密 当宝贝一样藏起来 即使是没有密码锁 没有保险柜这些 也一定要守好 一定不能让别人窃取 所以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 情报与反情报 是不可分割的 二代在表面上相互地利 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 互相依存 始终也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游戏 所以保密始终是情报工作 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且也是一个 非常有难度的工作 有人说 在古代社会 没有高技术手段 没有先进的雷达 和侦察设备这些 我们把这个军事机密 藏着掖着 锁在柜子里 在派一些武功高强的人 把门把住 那不就是高枕无忧吗 未必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间谍有他们的高招 总在想方设法地 找上门来 窃取到对方的核心机密 这其实也是 间谍的首要任务 所以 孙子高度重视反情报 重视保密 十三平兵法 从多个角度 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 对保密的具体展开之法 也进行了探讨 甚至尤其对情报工作 对间谍工作的保密 有着偷出的强调 在用箭片 他说 是莫密于见 这就是在强调这一点 一方面始终有间谍 虎视眈眈的 想搞到你的情报 另一方面 还会有涉密人员 马虎大意 把秘密不慎给泄露出去 尤其是 接近核心机密的人员 我们可以称之为 身边的人 一不小心造成了泄密 所以 做好保密工作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古代的典籍 像《女士春秋》中 记载的小故事 我们就能充分地 看出这一点 保密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说的是 身边的人泄密的事 春秋时期 齐国的宫中发生的 当时 齐桓公手下 有个叫东郭牙的 泄密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次啊 齐桓公和管仲 密谋着攻打举国 但是呢 作战计划 还没有正式地发布了 消息却已经悄悄地 在四处传开了 既然这样 这仗就没法打 春秋初期的齐国 那基本是老大的地位 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就是齐桓公 这位管仲呢 他也是一位名相 很有能力 在管仲的辅祖之下 齐桓公 做成了第一个霸主 想收拾谁 就收拾谁 想吃荤的 那就不吃素的 但是作战计划 一旦泄露了 这个仗就没办法继续 齐桓公非常盛气 下令进行调查 看看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 是谁把作战计划 透露出去 经过一番调查 原来是东郭牙散布出去 这就让齐桓公非常不紧 为什么呢 因为齐桓公和管仲 在商量的事 而东郭牙并不在身边 他们俩商量的谈话内容 别人是不应该知道的 东郭牙是没机会窃取到 这些机密的 那么在进一步的追踪调查 就发现 东郭牙 他确实没有偷听 他们两人对话 但是呢 他凭着眼睛远远地 看出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进一步的追问 东郭牙说出了真相 东郭牙说 人在不同场合之下 会表现出不同的表情 比如说 喜庆之色 悲伤之色 愤怒之色 等等 那一天 我远远地看见齐桓公和管仲 高台之上商量事情 表现的是一年路荣啊 举手投足之间 明显是带着一种愤怒的情绪 这是什么 这就是兵戈之气 愤怒写在脸上 刀光之气都写在脸上 那么我判断这是要打仗 而且啊 我看到齐桓公嘴巴张开的 那个嘴形 那正好是个举的嘴形 手臂抬着 正好也指向举国那边 我琢磨着 现在诸和中啊 不听齐国招呼的 不正是这个举国嘛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 这个推测的结果 说了出去 没想到 说中 而不甚造成了 泄密事件的发生 这个故事啊 到此就结束了 东郭牙这个人呢 不只是 吕诗春秋有记载 新旭这些书也曾提到他 从古代的典籍可以看出啊 东郭牙 其实也曾经是 齐桓公身边的一位重臣 还在背后嘀咕管仲 说他的坏话 但是 他应该不是举国的卧底 那么 他为什么要泄密 单纯是逞人吗 东郭牙 因为这个泄密 他受到了处分 是警告 还是计大过 还是什么撤职 什么 史料没有记载 我们也无从知道 我们姑且不管这些 我们仅从这个故事 就已经能看出 保密工作 那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的 吕诗春秋的作者啊 在对这个故事进行总结时 这么说的 桓公管仲 C善逆 弗林营业 就是说管仲和齐桓公 那已经很会隐藏了 但是作战机密 不是同样给泄露出去了吗 因此啊 对于保密工作 一定需要给予格外的重视 东郭牙只靠远距离观察 便猜中齐桓公苦心隐藏的作战计划 造成机密外泄 意外泄密事件可谓防不胜防 为做好保密工作 孙子将守将 左右 业者 门者 舍人等人化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些人有什么特殊之处 除了东郭牙之外 齐桓公的夫人魏姬和大臣管仲 也曾猜中他的作战决策 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孙子保密之道系列节目 特邀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熊建平 为您讲述第二集 严惩泄密 既然如此 怎么样做好保密呢 孙子主张 有哪些呢 有 在哪里呢 也是在用建平 具体的是保哪里呢 孙子认为 首先是要保身边的人 重要的位置 重要的人员 那么哪些是重要的位置 重要的人员呢 孙子其实也有明确的规定 他其实是在划定 间谍行动的重要对象时 把这个问题给抛了出来 那么究竟是哪些呢 孙子指出 就是守将 左右 业者 门者 舍人这些人 孙子是这么说的 凡君之所欲击 臣之所欲攻 人之所欲杀 必先知其守将 左右 翼着门着舍人之姓名 应武剑 必所知之 意思就是说 守将左右等等 这些人的姓名 我们的间谍 必须要想方设法 知道才行 那么 光是知道姓名 就行了吗 有意义吗 其实多少也有意义 比如说 谁担负了什么职责 谁担负守将 就可以根据他 平时的作战风格 指挥特点这些 来进行针对性的措施 但是 这只是其一 更深层的背后 就是要有针对性的 对这些人展开 间谍行动 套取和刺探情报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对他们进行 策反和拉拢 在这里 孙子划定了 间谍行动的重点对象 反过来看 这其实也是揭示了 保密工作 需要重点注意的对象 就上面这些人 守将 左右 这些 是平时保密工作 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员 我们不妨来看看 孙子所划定的这些人 到底是干什么 所谓守将 所谓城池的主将 有相当大的决断了你 现场指挥权 所谓左右 身边人 身边的重要亲信 重要辅足 这些 这些人 当然是要了解情况 所谓意识呢 就是负责传达 通报的这些人 搞定这些人 也有机会 套取情报 所以门斩 门卫 守门 官邑 这些也是制造类情的 所谓舍人 门客 谋事 幕僚 他是参谋人员 掌握类情的 所以 作为用件的一方 努力地要搞清 这些人的性命 要进行策反和拉拢 那么作为保密的一方 自然也需要重点地把这些人要管好 军事机密 不能从这些人身上泄露出去 守将 左右 一窄这些 也就成了保密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定要很好地管住身边的人 他们身处要害之地 是重点人 像东哥牙这些人身处宫中 他就是重要人 理所当然的 应该包含其中 他们知道或者接近最核心的机密 一旦成为对方的卧底 那麻烦就更大了 即使是一不小心的失误 哪怕是无心之失 都可能造成泄密事件的发生 进而造成重大损失 从这个角度来看 做好保密工作 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是女士春秋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 同样说明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身边人一不小心就有泄密的可能 我们前面说过春秋早期 那是齐国的天下 齐桓公说话好使 比周天子都好使 或者说因为周天子说话不管用了 齐桓公自然有了出头称霸的机会 这次呢 齐桓公邀集诸侯开盟会 魏国迟到了 在齐桓公看了 这就是不给他面 所以非常不高兴 事后啊 齐桓公就在朝廷上和管仲商量的 怎么收拾下魏国 教训教训他 等到商议好了 齐桓公宣布退朝进入后宫时 夫人魏姬胆怯地看了看他 连忙就跪了下来 替魏国请罪 齐桓公愣住了 这无缘无故的你请什么罪啊 这魏姬赶忙回答说 您进来的时候带着很大的怒气 步子迈得也很大 说明对外有用兵之心 而且啊 当您看见我的时候 脸色突然一动 我猜测啊 这次攻打的恐怕是我的娘家魏国吧 齐桓公一听到这番话 他就愣住了 为什么 这夫人魏姬真是名察求好 这样的求情方式也没见过很奇特 他就沉默无语 枕边风一吹 后面这个作战计划 齐桓公就有心把他搁置起来 那么故事说到这里 其实还没有结束 第二天当齐桓公上朝 见到广仲的时候 向他客气地拜一拜 广仲随即就问道 您已经放弃了 攻打魏国的计划了吗 齐桓公吓一跳 林邦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广仲解释说 作为国君 您刚才对陈子的态度 显得太恭敬了 非常舒缓 见了围城 面带着懺愧的颜色 那我就靠着这个分析判断 我猜测 林可怕是改变了主张 大家看看 齐桓公这一路 都是要极力地 去掩盖自己的意图 但是这效果非常的不理想 他虽然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广仲却凭着 他所看到的容貌 声音 夫人是靠着 看他的走路的样子 这些都察觉到了 这太恐怖了 这是什么道理 没别的 因为广仲和他的夫人 都很厉害 善于察言观色 为什么厉害呢 其实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们都是齐桓公身边的人 太了解齐桓公 所以才能够根据 他的一言一行 来揣摩齐桓公的内心世界 对此 吕氏春秋也有总结 说桓公虽不言 若暗咽而诸了也 齐桓公虽然不说一句话 但是他的意图就像黑夜里点着的蜡烛一样 别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然 不是谁都能看出来的 必须是管仲和魏姬这样的人 非常了解他的亲信 是身边的人才能做到 齐桓公在亲信面前 难以隐藏自己的意图 以至于多次泄密 而极度重视情报保密的孙子 主张严惩泄密者 甚至不惜杀掉所有知情人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谢者当初的思想 得到了后人的认同 然而杀人保密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好手段 那么间谍行动遭遇泄密时 还有什么办法能巧妙化解危机呢 孙子保密之道系列节目 特邀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熊建平 为您讲述第二题 严惩泄密 保密问题老生常谈 但是要想真正地做好 真的不是那么一个容易的事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孙子重视情报工作的保密 重视从对方的亲信人员入手 刺探情报 这需要引起重视 这是惊艳之谈 反过来 孙子强调 事莫密于见 对间谍行动的保密工作 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对于身边人的重视和关照 同样也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保密工作 需要抓住重点 讲究方法 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 孙子既然认为 间谍行动的保密工作非常重要 那么一旦发生泄密之后 有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呢 有 而且非常严厉 为什么说严厉呢 因为孙子的主张是杀人 他主张通过 严厉的严厉泄密人员 一方面呢 是为了降低损失 另一方面 还能起到警示作用 尽管孙子强调保密 甚至主张使用渔兵之术 等严格保守军事机密 但是呢 他始终也没办法完全杜绝 失息灭事件的发生 一旦发生此类泄密事件 孙子的主张是严厉 而且当机立断 立即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这个主张出自哪里的 出自用鉴品 孙子认为 间谍行动 伤未开始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泄密情况 那么就需要讲 世密人员 统统定为死罪 见世未发 而先闻斩 见于所告斩皆死 这句话道出了孙子 惩治泄密人员的隐厉态度 那就是严厉不待 不惜杀人 不仅是杀泄密的间谍 而且要杀那些 所有知晓秘密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这种扩大成处范围的 这个原因啊 宋代学者梅瑶城 他有简要的揭示 杀贱者握其信 杀告者灭其爷 间谍泄密了 自然应该延处 那些知道间谍行动计划的 都是知情者 所以也都要杀 在孙子看来 只有这么做才能防止 泄密事件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样也可以 尽量地缩小这个 执密的范围 尽最大的努力 保住全局的利益 不会造成更大的 损害 同时呢 对其他的将士和间谍人员 起到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所说的 简于所告者皆死一句 有的版本写作 文语所告者皆死 这也能说通 但是意思上 有一些差别 把那些听到的 说起的 知道行动计划的都杀了 那间谍就可以逃脱责任吗 那是不是因为间谍本身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或者说他将来 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 才能免除一死吗 这样说起来 有一定道理 但也有点牵强 间谍本人 想必 他可能也是知情者 所以对比之下 梅姚成的那些解释 还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 涉及的间谍 都免不了一死 都是知情人员 孙子为了做好保密工作 有时候就是这么酷 冷酷的酷 无情无义 保密工作 必须是100分 99分都不行 为了确保一分不丢 有时候就是要这么冷酷 总之 严惩细密的 这就是孙子 所制定的惩罚措施 这一点也得到了 历代的认同 唐代的这个成稿 就肯定其 聚杀以灭口的作用 合适 他也强调了 兵谋大事 卸在当初的合法性 我们国家的保密法 也有相应的惩处规定 比如第48条就规定 如果违反了相应的保密规定 就必须要给予处分 一旦构成了犯罪 也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样也是在强调 纯处的作用 由此可见 对于军事机密 从古之间的态度 那是一贯的 一旦发生泄密事件 都是要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 自古之今的 无数次教训 都证明了 这样一个道理 制定合理而必要的 惩罚措施 是保证各项保密制度 得到落实的一个根本 当然 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要问 间谍行动暴露了 杀人就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了吗 杀人是包治北病的 那种保密措施吗 怕是未必 有时候 杀人未必能 真的解决问题 怕是也要找我好时机 不能把它绝对化 不能教条化 孙子的冰雪理论 虽然高妙 但一定不能绝对化 不能教条化 说到这里 我想举出 电视连续剧 潜伏中的案例 对此进行说明 这个电视剧一度热播 想必不少朋友看过 在电视剧中 假败于泽成夫人的翠平 因为一次不胜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被别人悄悄地 用那个录音机 微型录音机给露了音 这样一来 于泽成和翠平 来自整个天津的地下组织 立刻就面临极大的威胁 那么于泽成是怎么处置 这次危机的呢 他是立即杀人灭口吗 不是的 贸然地杀人 把翠平杀掉 这只会加速暴露的过程 那么于泽成是怎么做的呢 他一面立即布置 地下人员悄悄地转移 一面悄悄地布局 在对手神不知鬼不觉之中 利用李牙的声音 重新地录制了一段录音 把李牙给套了进来 也就是说 这个举措 他把翠平给解救了出来 成功地化险为夷 保住了天津的地下组织 翠平一不小心挖了个大坑 于泽成经过巧妙地运作 把那个坑给填平了 即便是电视剧 这个案例 其实也非常生动地 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 情报战线的斗争 它是非常复杂的 充满着风险 孙子说的杀人 这种保密的方法 固然有些时候是管用的 但是一定不能绝对化 教条化 既然杀人有时候管用 有时候不管用 孙子有没有就保密 提出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呢 也有 孙子在虚实篇 他提出了以军事谋略 为核心的行人之术 那么这个行人之术 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对于保护军事机密而言 有着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 这些问题啊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孙子非常重视保密 主张保密就是保打赢的先机 孙子的军情保密智慧 给现代战争和国家保密工作 怎样启示呢 下期节目中 孙子保密之道 系列节目 熊建平 为您讲述第三集 无形制胜 从来不启示呢 但我知道 我们把它让开车 那他们的